Testing啊 我剛想到我那個學歷的問題 你知道 你說一個政協 的學歷可以這麼低嗎 這讓我想到 這次 十八大有沒有 十八 十八大選美大會有沒有 很多那個政協啊 是那種比較 下面一點的 的那個省份有沒有 根本就是個婦人嘛 婦人揹個小孩 有些那種農村的 農村的這些 代表 那些可能也沒有什麼學歷吧 那可能就是 在這個群體當中啊 整個農村整個地區裡面 比較突出一些份子啊 對不對 你說一個政協 那個 學歷低又怎樣 台灣就不太正常的地方啊 對不對 不太正常的地方 這個出第一個 中共的政協 學歷低 應該可以說的過去啊 比方說像民進黨說那些 那些都整咖 那哪有什麼學歷啊 根本都幼稚園畢業而已 對不對 跟他們比我學歷就很高 對不對 要整體來看 第一個台灣地方 就不太正常啊 對不對 屁眼人 第二個 跟民進黨那些小 幼稚園畢業的比 我學歷很高 對不對 第三個 你這個 一個啊 台灣就是要改革的地方嘛 第一個 中國共產黨的政協 在台灣的 有這個 有這種學歷就不錯了